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小丹潑滴滴 我是小丹 专家在家裡等 我現在在加油站 在美國的加油站 如果豪華一點的加油站 真的裡面東西非常的多 簡直就像是一個小型的超市一樣 而且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加油站 他們竟然還推出了現做的料理 畢竟加油站跟一般的超市不太一樣 加油站沒有賣一些 就是只有加油站才有的東西 所以今天的企劃就是來加油站尋寶下來 就跟我一起開箱加油站吧 Let's go 那現在我們在的位置呢 設在我家附近一個 算比較大間的加油站 這個加油站它有12個加油Pump 它的室內也非常大間 室外還有這種吃飯用的椅子 好啦 我們就要進去加油站啦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加油站 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零食 另外加油站很大的特色就是 一定要有超級多蜘蛛飲藥的選擇 以及要有各種不同顏色的色素冰沙 然後這四桶是茶 那現在看到這個門呢 一打開進去就感到一陣寒風扑來 這裡就是每個加油站都一定會有的啤酒櫃 種類真的超級多的 日的加油站都會有這種超級大的冰櫃 然後裡面有放各式各樣的啤酒 北卡是只有在專門店是可以賣烈酒的 但是啤酒跟紅白酒這種比較低酒精濃度的酒呢 在一般的店後 加油站都可以買 在加油站必賣的牛肉乾條 因為它可以單手食用 就可以一邊開車一邊吃 所以它就是長途卡車司機的最愛 而且連放在旁邊的自助咖啡機都做得這麼花俏 總之一大早就先來杯咖啡唄 多人都說加油站的咖啡超級難喝的 不過我個人是只把咖啡當成提神藥品在使用的 所以我當然就沒差啦 奶精跟砂糖只在後面的櫃檯可以自由取用 人給砂糖的機器都是電動的 是不是有點花俏 然後在隔壁的冰櫃裡面看到了加油站的特產 FORN LOCO 不認識FORN LOCO是什麼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開箱影片喔 旁邊這台奶昔機我真的好奇很久了 而且買一杯奶昔還送兩個熱狗 所以今天的早餐就決定要吃這個了 這台機器很妙的是 你要先選好自己喜歡的口味 然後放進旁邊這台冰凍攪拌機當中 喔還可以選擇你要的濃稠度 那我要超濃的 然後它就 嗯 升上去不見的 它再回來的時候就變成奶昔啦 好啦我現在要去點我的兩根免費熱狗 熱狗就要透過旁邊這台點菜機請專人現做 等完之後就可以帶著點菜單去櫃台結帳 然後就可以等著叫號取貨啦 OK所以剛剛買了一杯咖啡跟一杯奶昔 然後兩根免費的熱狗 然後當然加料需要再加一點錢 還有一根給Expert的狗骨頭 剛剛這樣子總共下來的花費是7塊錢 假日的一天就從加油站的早餐開始 Milkshake 我們買的是Rimse口味 這是很有名的美國花鮮巧克力 都有快融化了 哇 真的好像是年輕十歲 一定覺得超好吃的 甜死人 滿滿的花鮮醬的味道 這個東西真的是只有加油站才買得到的 因為只有加油站才會有那種攪拌機器 好 我們現在走咖啡 這個咖啡的味道 哇 我餐吃這個是不是有一點太多了 這應該就是 嗯 沒什麼意外的一餐吧 你看 我也用賣你的東西囉 這什麼 這你的 喜歡嗎 喜歡嗎 拿走啦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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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 假如咱們就不喜歡對不對 好 不喜歡就算了 不喜歡就算了 上去 貼皮 有難一下 車子很熱 剛剛我又要換衣服出門的時候 這傢伙發現我今天不是要去上班的 所以他指命的也要跟我出去 就好一起帶他啦 我家附近真的超多加油站 一個禮拜沒洗澡的夠 在這麼熱的車子裡面 他變得好濃郁喔 我們現在到了第二家加油站啦 這家加油站是沒有現做的料理 但是他也是挺大的 那我們進去啦 你在車上等 幫你開冷氣 很夠乖 不然一直滴口水 這一家加油站 就比早上那一家小了不少 一直往下走 就馬上看到加油站特產 啤酒大冰櫃 總而言之就先進去看一下 但是我真的不懂耶 誰會來這邊買啤酒 我覺得這邊的售價 還是比一般的操練市場 再貴一點點啊 而且東西都一樣 幹嘛來這裡買 接下來當然是加油站的名產 不彩繽紛色色五冰沙 汽水的選擇也是超級多 而且重大一杯只要99歲 不過這家店就使得選擇很少 看起來能拿來當午餐的耶 就只有微波爐的漢堡了 不過這家店的咖啡機 有可以做冰咖啡的選項 要先去飲料機把整杯冰塊加滿 然後就在咖啡機選擇冰咖啡就OK了 我還蠻喜歡這種商業化的感覺啦 不過煩人的事情就是啊 我已經在這家店逛了好幾圈 但是就是沒有看到什麼 能夠提起午餐食慾的東西 買完了 買了一個微波的漢堡 就這樣吧 回家吃飯 買了一杯冰咖啡 還有微波的BBQ豬排堡 一段總共才4塊錢 不是很大的豬排堡 大概就這麼大 是不難吃啦 但是裡面竟然就只有一塊肉 跟沾醬 其他什麼蔬菜啊 洋蔥之類的完全沒有耶 這樣子的話稍微加一點點錢 還不如去隔壁吃溫地漢堡 他們的主要收入大概就是 汽水跟汽油 所以難怪他們連熱狗都懶得煮啊 有點乏味但不難吃的午餐 晚餐見 嘿 現在要來到第三家不同的教授 這一家真的很大 我覺得已經做了跟餐廳一樣 一進門就產生了滿滿的既視感 因為這家跟我早上的那一家 都是連鎖店 結果裡面的裝潢完全一樣 除了奶昔機變成了自助雙淇淋機而已 喔喔還是有奶昔機啦 只是在旁邊而已 一樣也是有超級多的飲料 跟超級多的冰沙 另外零食與飲料的種類也是 完全不輸超級市場耶 然後當然啦 每次來到教授 都一定要去啤酒大冰霜裡面吹涼一下 好總而言之 就先來點晚餐吧 台灣現做料理的種類 還真的是不少耶 那都再來點一個最招牌的漢堡吧 點完漢堡再來一份卷卷薯條 而且竟然有這麼多不同的蘸醬可以選 最後再來叫杯鮮豔的草莓檸檬汁當作飲料 而且還可以選擇 要不要加能量飲料在你的飲料裡面耶 在教授買東西的人真的都很累是不是 好啦點完啦 漢堡薯條飲料加起來總共是13塊錢 覺得有一點點貴 忘了介紹在超市級教授必備的樂透機 在這台基地上 可以買各種選號的樂透 以及各式各樣的呱呱樂喔 所以在教授連室內用餐區都這麼大 這對於想要趕時間假仇爸 借廁所的人真的還蠻貼心的 最後想到介紹了這麼久 當然是要真的去買一杯色素冰沙 無論大杯小杯通通只要89cent 今天我們選擇的是 水蜜桃檸檬汁口味 哎呀 灑出來了 要買要味的水蜜桃 排鈴 唉唷 好酸好甜喔 美國就是用色素跟糖漿來取勝的 可能是因為是加油站的關係吧 人們在加油站都需要一些非常長效的提升的作用 雖然它沒有咖啡因 但它還有酸味 嘿嘿嘿 好啦好啦 我回來了啦 上來 大雞桶 大雞桶 乖 捲捲薯條 很好吃 甜甜辣辣的 基本上你是可以 就是讓它從零開始幫你做漢堡 然後你決定裡面的材料 登登 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正常 沒什麼新意的漢堡 不過起碼它是現做的 不像中午是微波的 很好吃啊 漢堡肉沒有什麼味道 培根的味道還比漢堡肉的味道重 整體來說就是一個普通的漢堡 反而這個捲捲薯條比較好吃 然後我也喜歡這個沾醬 那繼續吃我的晚餐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一天三餐 驕傲站食物企劃 本來還想要去買個宵夜了 但是剛剛那個漢堡 真的把我搞到超級超級飽 然後這邊還有好大一杯 蜜桃芳香祭司樂冰 喝不完 整天下來覺得好像也沒有比較便宜 然後 非常非常的 蔬菜攝取不足 那再來美國玩的時候 如果開車出遊的話 也記得要順便去逛一下 大家有讚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非常非常感謝你的訂閱 按讚留言分享 下一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還有這麼多耶 年輕的時候會覺得飲料好多好多好棒 現在不會了 X5你不要不理我嘛 都勾餅乾咧 我們來看看 勾餅乾剩下醬子喔 還不好吃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來看看